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以下九个字一定要注意 千万别用 不然家中穷三代 一 千万别用这九个字 一 刚 刚字在左半部分为一个刚字 破网一张 因为刚字为网字少了一个错号 事业上不易成 号变换工作 财上花销大 不会理财 漏网之余 自己做事不好成 刚字又为疯字的遍体 一个流动的字 喜欢到处跑动 好说大话 生活中的乱事多 刚字的右半部分为一个利刀旁 在身体上亦有刀伤手术 综合起来看 此字是利刀割破了网 自己伤自己 一个矛盾的字 感情上长久性较差一些 长相中上 皮肤有点黑 二 方 方字余香 香和称为芳香 吸引力强 异性缘好 追求的人多 会较早地涉及恋爱 方字上半部分为草字头 与出生月份相连 女孩子生在春夏秋 初者 长相比生于冬天者漂亮 不过前者感情上不如后者 方字的下半部分为方字 为人聪明 做事有方 个性强 脾气上不太好 易用脑过度 头部上溢出毛病 综合起来看方字 方者多数只是好于一时 因为芳香只是扑鼻一阵 不能长久 事业上异常变换 感情上心浮不好定 三 超 此字可以直接解为走刀口 煮凶 也就是说叫此字的人很有可能要在刀口下走一遭 这个字还煮命 煮本人 外向 交际广 有时好打架 脾气暴 急 四 一 一字为一横之字 一出横事 不过从政 从军者要好一些 其一字又是死字头 生字尾 这一点也是不看好 一字在性情上一出现个性强 不听劝 万里有一个一 万一之事 侥幸度较差一些 五 梅 女人名字带此字在婚姻感情上波动性大 特别是生在梅花开的季节 生在夏秋季节 名字里也有带梅字的 则说明花无开 主感情来得晚 或没有真感情受到伤害一类 梅字还是分南北方的 也就是北方人在冬季梅花开时 名字中梅才是真正的梅 慧 主 长相好 而南方的就不是了 因为梅有东梅一说 其梅字为一目字和一梅字 六 心 此字为三金之字 头小脚大 上下分散结构 品字形的字 比如磊 经 品等等 做事注意力不集中 层三角形 婚姻上是不看好的 有三分之像 近年来五星五格姓名学兴起 命力缺金的人在其改名时 命名师都会给选这个字 不论是男名女名 用此字的多 很多店铺 商店也有用这个字 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此字被大量使用 以致泛滥 有运的字也没运了 互相挤压竞争 在事业上好变动 不稳定 性情上不好管 7 量 量字是上下结构 其量字的上半部分 为高字的上半部分 也就是高不全 不全的高字只有高字头 只能出名一时 也就是在有好运的情况下 漏了头而已 其量字的上半部分 又为一个言字少了两横 不全的言字 不喜欢说话 有苦说不出 其量字的下半部分 为沈字的右边 也就是沉字尾 其沉字尾里 还有一个儿字 容易多变 这样看的话 其量字就不看好了 上面出风头 下面却要沉 有前运主期短 而后运却不看好 体型瘦者居多 长相少心 父母家境都会较不错 8 森 也是品字形的字 森字算是品字形的字当中 最好看的一个字 最好看的一个字了 此字多数于佛有缘 有福分 出名者居多 品字形的三分之字 森字 在其婚姻感情上 亦有波动 男人有森者 多会数出现二太太 女人为森者 会以多情为主 森字在性情上 会为办事果断之人 其有号召力 喜唱歌 9 利 其利字为姓名中的常用字 多数为女孩子姓名用字 此字为上下结构 利字的上半部分 为一个一字 也是一横 字头有横押韵 事业上一起不晚 利字的下半部分 为两个月字的 不全之福 感情上亦出现不圆满 也为不全的目字 视力多数会不好 利字是一个 与季节有关的字 如果是出生在 夏春两季的女孩子名字中 有利字的 长相会相对 要比出生在 秋季的女孩漂亮 因为利的起来 利字综合起来看 为人和气 好交 人缘好 通常名字中 带有利字的女孩子 身高多数会在 1米58至1米67之间 脸型 已稍圆形 长圆形居多 皮肤好 灵感强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字的寓意比较好 取名的时候 可以挑选这些寓意好的字 2 寓意好的十个字 1 家 德高望重 美誉天下 最早见于西州金门 其本意是美好 国风 幽风 东山 其心孔家 其旧如之河 引申为赞美 宝扬 表彰 还引申为 极庆 幸福 快乐 喜欢等 2 圆 圆是美女 年轻 德性美的意思 通常用来指有才能的美女 人名中常表示姿态优美 平亭鸟娜温柔美丽 3 丹 这是珠沙红色的赤城 忠心热情的意思 内涵比较丰富 人名中表示待人真诚热情 有赤子之心 4 涛 涛代表着是波涛大 波浪汹涌的意思 引申为勇于拼搏 勇敢之意 人名中表示勇往直前 边任不拔 5 意 意志超出一般 这里是父母希望孩子有才华 能超越他人 做到超群绝伦 意也有安逸闲 闲适的意思 希望孩子生活安逸舒适 6 酒 第六个字是数字酒 在古代 酒被认为是最大的数字 现在 酒在各位数中是最大的正整数 也有长久之一 有酒的成语 很多 且意欲也不错 比如九州四海 一言九鼎 可取九州 九鼎 作为名字 听着顺口好听 寓意也很好 7 博 博本意是大 隐身指丰富宽广 如渊博 又隐身指广泛 普遍 如博览 又隐身指通晓 知道得多 如 博骨通筋 男孩名字带博 寓意男孩子博学广时 八 镇 镇字取名的寓意是积极上进 奋发图强 自力进取 意气风发 镇国安邦 前途四季 所以男孩起名字带镇字比较好听 也符合男孩气质 九 阳 阳字的本意指山的南面 水的北面 隐身为太阳阳光 又隐身为温暖 还隐身为明亮 男孩名字中带阳字 寓意男孩是个阳光开朗的暖男 发音也好听 十 威 这个就代表着是强威 坚强美丽 纯洁 真挚的意思 形容人自立自强 纯洁大方 人名中表示自强不息 听听欲力 十一 文 代表着文静 文雅 有文采智慧的意思 多形容性格文静 或有文采 人名中表示 田径端庄 会心巧思 总而言之 一个郁郁吉祥 美好高雅的好名字 不仅能起带头作用 还能不断激励自己努力 走向成功 人的名字一旦定下来 就不要轻易改动 因为名字会影响我们的运势 如果诸事不顺 想改变困境 这样的情况是可以改的 不管是起名还是改名 都要慎重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参与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 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这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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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